关于人生高高低低 身处于顺境的时候总是风生水起 身处于逆境的时候总是楚歌四面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顺顺利利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希望神明老天爷能够可以帮忙 助我一路顺风 但是风水轮流转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总是会有高潮跟低潮的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你们有想过那些厉害的人为什么都一帆风顺特别的成功吗 那就是因为他们都懂一个道理啊 从逆境中转为顺境 而这也是普通人遇到低潮的时候 最希望能够学会的方法 你看有名的金庸 郭靖之前拜了七个老师 杨康就拜了第一个老师 整天就把郭靖打哭 因为郭靖选了谁 江南奇怪啊 里面的老大最牛逼的柯震儿 打架从没赢过 也从来没有输过 柯大侠只要出场 永远都是那句话 狗贼大命来 下一秒钟马上来第二句 要杀就杀 无需多言 下一句话更狠啊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每次他都跟他六个兄弟讲 兄弟们 等会看我眼色形式 他是瞎子 还有眼色吗 我就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每次打架都输 原来啊 大家都在等他的眼色了 你们觉得郭靖 拜这样的老师能够成功吗 但是到最后 直到郭靖遇到了黄龙 黄龙给他找个好的老师 红七公 红七公呢 也只教一套 降龙十八掌 从此打遍天下无敌手 如果你也想要跟郭靖一样 学会这招武林绝学 那么你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后 并且为这部影片点赞 确保你忘了招式后 还可以从播放列表找回 顺便一提 我的频道主要分享理财 提升自我的 如果你也不想出过免费讯息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好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武林绝学书籍呢 没错 现实中确实有一本书 就像开外挂的一样存在的书籍 就是鬼骨子 所有的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都一定有看过这本书 因为他上通星象占卜 能够准确预知未来 下肢行军布阵 还精通各种谋略 后来很多学着去研究他之后 把他所有的智慧做成了一本书 书里面非常丰富 如果你可以记到鬼骨子内容说里面的坏习惯 那么恭喜你即将准备开始像开外挂一样了 从此好运连连脱胎换骨 那么是哪三个毛病呢 我们要该如何戒掉呢 一挺而走险 书中告诫我们第一句话 近走险 一万物万物 意思就是告诫人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 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 选择挺而走险 要知道一步错步步错的道理 所以想要赚钱就得从正当途径下手 如果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到最后受罪的还是自己啊 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遇到财务困难时 会开始动歪脑筋 开始挺而走险 然而我们都要知道 要成功是不可能有捷径的 所有的捷径都会走向失败 并不是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所谓穷则变 思变意思就是当我们不满意现况的时候 就要改变 例如收入太少的时候 想要提高收入 就要往上爬 但是当你爬上了这个位置 你还会想要变得更好 想要变得更富有 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贪图利益的人往往都会掉进陷阱里 马云曾经说过一句经典名言 灾难来之前尽量避免灾难的出现 灾难来之后 努力把灾难转变成机遇 但是啊 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灾难来之后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太多人想要一夜支付了 大家都很焦虑 会想要冒很大的风险做事情 这心态呢 跟赌博没有什么两样 到最后也是两手空空收藏 甚至还会付出几十倍的代价 你去看那些赌博的人 往往都是不喜欢吃苦的 不喜欢煎熬的 却偏偏羡慕别人开名车买房 拥有好的生活 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去碰碰运气 希望能够长夜声音降临在身上 喜欢赌博的人呢 都会有一种心态 只要赢了一点小钱 就会开始轻飘飘的感觉 赚钱容易了 输了又想赢回来 最后输到没有钱呢 从此开始人生低潮 最可怕的是 这种以小博大的心态 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 也是会常常遇到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我之前呢 就有一位主管 为了得到老板的青睐啊 因为老板喜欢 骑一台好几百万的哈雷重机跑山 想继由跟老板一起跑山路 培养感情 跟老板互动 希望得到赏识 然而明明知道自己钱不够 却无法准备好投机款买重机 甚至呢 他还跟老板借钱 虽然借到了重机 也借到了 也买到了 可是 后面到底有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 而让自己的收入提高 我就不清楚了 然而 这样做的结果 是很有可能让你形容到负债的深渊理的 有梦想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要梦想才能去行动 但是一定要明白 罗马不是一定造成的 别人能够成功也不是走了什么接近 唯一致富的路 就是在漫长的过程中 不断的自我成长 选对了就脚踏实地的去执行 做事情如果是猴急的人 做事情都是事倍功半的 这也是人在穷困的时候 最容易犯的毛病了 只要身边有人在风吹草动 就跟着起舞冲上去了 越急 越无法看清楚全局 很容易被自己的欲望 带走偏离的轨道 最后终究是一场空 有些事情是无法把事情处理好的 做事情细心些 才会有好的效果 尤其是天生比较急性质的人 在遇到低潮的时候 很容易就困在里面走不出来了 所以大道之简 急是无法把事情处理好的 甚至无法做到精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戒掉急躁呢 一个字 静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静下心来 简单来说 就是训练自己的大脑 遇到困难的事情 先冷静五分钟 再想着要怎么回应 遇到你想要的东西 先静下来 别马上露出你的情绪 防止别人看穿了 反而吃亏 在做大事的时候 一定要静下心来 懂得沉住气 这样才能够更专注 我之前看到一句话非常感触量身 非常有共鸣 静下来 一切才有可能 人身上一旦有静气 不管是顺境 还是逆境 都会找到最好的方式来面对生活 懂得在静忠求胜 这才是陈大士拥有的特质 三 毫无章法 鬼骨子告诫的第三句话 静无章 静专万事 意思就是 完全没有计划 目标很伟大 但本身能力配不上野心 做事情呢 没有头没有尾的 这事情的做大的大忌 正确的方法 应该是要周详的计划才是 就好像拼图一样 一开始我们都从外面开始找编 拼走 慢慢拼出整块图形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 看到别人成功好像很好做 就跟着去做 但总是往往都是没有做好 这样乱枪打鸟 会导致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 甚至无法专注 更不能够坚持 如果不去改正的话 渐渐自己会形成 混乱思维 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脏法去做 当然要成功事情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以上事情 我们就需要定期反省 定期做总结 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先规划好 让所有事情能够有机可循 这样才不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虽然坚持这两个词是成功必备的条件 但多数人却不知道把坚持用在错的地方 最后终究也是没有结果 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后 一定要保持一种思维优化 去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大好 哪里做得不错 把好的坚持下去 把不好的地方改进修正 唯一只有不断修正前面的道路 路才能够走得远 比别人走得久 很多人害怕选错决定 因此选决定事情的时候 总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拖延 或是干脆选择躺平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潜意识逃避 选择决策其实是有正常的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当我们做一个决定 很有可能 让我们生活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只要觉得做对了一件事情 人生就会从此更美好 那样的想法导致会有什么后果呢 会导致我们会很谨慎 要么拉倒不做 要么做到最好 而到最后结局是 我们害怕做决定 不想做决定 那没有一个决定 我们又怎么能看到结果呢 其实啊 很多人都把顺序搞错了 觉得要有一定完美的决定 才去坚持 送给大家一句话 你不一定要很厉害 才能开始 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 好的 以上就是我分享 鬼骨子这本书的内容 有什么用可以给我留言 只要你们能够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 让生活上过得更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知识 自我提升而到财务自由的免费讯息 我还是呼应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祝福兄弟姐妹们能够达到财务自由 好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